震远 我觉得很奇怪 她怎么会来呢 小鑫啊 那个你和佟俊明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网上瞎传的 网上瞎传的 可是大家说的都有模有样的 哎小鑫啊 我觉得吧 这个胸无点墨的商人呢 没一个好东西 你可千万不能为了钱 和那个没有内涵 没有思想的土豪搅在一起 还有 你说这个佟俊吧 她这个人吧 我觉得踏踏实实 积极肯干 对你是一片的真心 而且呢 她还能陪着我聊古董下象棋 你说多好的人是吧 你说说她佟俊 好长时间没带她来了是吧 小鑫啊 怎么回事啊 就是啊 她要真的只是个简单的厨师 就好了 小鑫 探盲 小鑫啊 你和佟俊不会是因为这个绯闻 闹不愉快了吧 没有 没有就好 男人啊 最介意这种事情了 何况那个佟俊明又是个大老板 佟俊心里肯定不舒服 你啊 别没心没肺的 多关心关心人家 知道吗 妈 你别想太多了 跟她一样 怎么这么有性子找我喝酒 梁仙她知道了 梁仙她知道了 你终于告诉她了 她自己发现的 然后呢 再过来一杯 然后 她就一直躲着我 我能让她喝枪 我打个佟俊 杀 según声音乐 我的衣愿 我能让她留下 不会让她留下 我 好 我两参 我被背了 天才停 你一定要给她寂寞 我以后 你的手 我以后 你现在不用我 郑宇 郑宇 我觉得很奇怪 她怎么会来呢 你也太不靠谱了吧 电话也不接 也不来接我 你这话什么意思 我还问你 你怎么来了 你邀请我来的 你还装糊涂 我邀请你来的 对呀 你偷偷 快 我滿足的 就 好 你 就 你 我们 信息部吗 过来一下 顾总 您的邮箱有个登录异常 但是是在公司内部 在哪儿 密疏室 好 晓武 谢谢你 好 没事 对了 这件事情别和任何人家 顾总我知道了 那顾总没什么事我先走了 好的 顾总再见 方梅 你来一下 顾总 这是我整理的所有的会议记录 这些资料我没有时间看 你把每一份资料都做一份简绕 说明放在第一页 然后所有文件名 按照字母顺序排列好方便查阅 明天交给我 好的 这些资料很重要 我让你亲自整理明白吗 你是在刁难我 这是国际惯例 你身为秘书室的市长 还需要我提醒你吗 cho up 更这调 第四角 11 就要下去了 这小随导 说个 确定 说 如果 那 是不是 说 kami cast 回来 快 这 这 是 啊 鹏妹啊 你的良心法教局还是为了什么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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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好 我跟你一起走 行 行 良心 这件事情 你很生气吗 那么大的事情 我当然生气了 对不起 我不该隐藏我的身份 你不用再说对不起了 我累了 你也早点休息吧 你看 你看看 还硬咬着 他们俩没关系 这个佟俊明啊 和那个叫什么良心的 楚双入队都同居了 哥 不就是进了同一个小区吗 你别说风就是旅的啊 照片上不是证明吗 据我所知啊 和俊明现在都不回别墅了 天天都往那个西月园小区跑 俊明多大了 就算是真的谈恋爱也很正常啊 哥 你别再干涉他 你别在背后乱来啊 这事以后要是让俊明知道了 指不定还会生出什么乱子来呢 再说 大凯现在最希望的就是让俊明赶紧成家 如果他知道了 他肯定高兴坏了 他怎么恋爱 怎么结婚 我不关心 可佟俊明啊 他代表的是聚阵国际啊 今年九会之后 他和良心的绯闻 在网上都满天飞了 这个良心啊 他以往 有些不好的传闻 如果他们俩真的成了 对我们整个集团 一定会带来负面的影响 你说因为这事 我们股价跌了 谁来负责 到那个时候 我们整个集团不地震才怪你 哥 我管得真多 照我说呀 总裁这个位置啊 不能让这种不负责任的人去当 做什么事啊 从来没有考虑过集团的形象 你说一旦传出绯闻 你说咱们的股票会蒸发多少啊 如果让我当总裁啊 咱们的剧阵国际 一定比今天好上百倍千倍 就算我不得了 咱们家震雨也是最好的人选 他怎么说啊 都比那个佟俊明要出类麻醉 哥 你就别说了 这种话出了这个地方 就再也不要提了啊 都是一家人 你干嘛这么想不开啊 你现在是集团的董事 你到了该想轻浮的年龄了 集团的事你就别管了 没事啊都出去旅旅游啊 你以为我是你啊 那么不求上街 你说 我这个大集团的董事 你看多好听啊 那只不过是光感思虑 要权没权 要钱没钱 说是有上一身家 那都压在股权里了呀 哥 集团不是每年还有分红吗 如果我做总裁啊 能分这么一点一点吗 哥 你要是缺钱 你就跟我说 别再跟俊明过不去了 别给他找麻烦啊 不说这些了 不说这些了 结账 一会儿啊 我送你回去 我也很久没见到大凯了啊 去看看他 你还看他 就你这副样子 他不把你打出来才怪呢 我怕他呀 好好好 他怕你好吗 走 买单了快点 这个良心呢 是公众人物 前段时间呢 还闹出丑闻 风评不太好 居民和他在一起啊 对我们居阵国际 是有所影响的 有什么不好的 举明这孩子 过去一向低调 现在啊 和知名主持人弄出绯闻 不但有损他的形象 也有损我们公司的形象啊 我们公司的股票 因为他们绯闻的影响 有所下跌啊 两个单身男女谈恋爱 会令的股市下跌 去去 别开玩笑了 我看这良心哪 人长得漂亮又聪明 那些丑闻哪 这不都过去了吗 都解决了吗 对了 咱们剧名哪 也该成家了 如果能娶到良心的话 我是赞成的 外面的丑闻哪 都是网上流传的 这样吧 一句压一样 老哥啊 哥 吃苹果 哥 这事你就别下场了 听大概的吧 良心 真的很抱歉 我 我知道 我哥应该找一个适合的时机 来跟你坦白他的身份 所以 我也一直帮他瞒着你 你是不是很生气啊 其实你今天能来 听我说 我真的已经很感激你了 如果你是要为他说话的话 我 良心 你说的没错 我真的是在为我哥说话 可是我拜托你 可不可以让我 说一下他的故事 让你至少了解一下 真正的童俊明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可以吗 对不起 我不想知道 我 求你了 就算是看在我的面子上 听一听他的故事 我不祈求你原谅他 可是 你至少认识一下 了解一下他的事情 可以理解他 好吗 在我的记忆里 我们家庭确实是蛮富裕 可是我们并不快乐 我们的妈妈 一直身体都不好 身体很虚弱 我跟我哥自懂事以来 就知道我们爸妈的感情 并不是很深厚 我还记得有一年 我妈妈过生日 我哥就带着我 去公司找爸爸 只是希望 他可以好好跟妈妈 过一个生日 可是爸爸 在开一个很重要的会议 小孩子嘛 哪懂这些 我哥就在那边 大吵大闹 我爸 就赏了他一个耳光 从那天开始 我哥 就彻底对我爸 失去了所有的信任 他的整个世界 就崩塌了 过了没多久 我妈就过世了 可是不到半年的功夫 我爸就把顾阿姨 给取回来了 我哥不止因为这件事情 而离家出走 你是不是很震惊 其实我哥 也有很叛逆的时候 直到高中毕业以后 他就去了美国 他说他在这个家是多余的 他根本不想多待一秒钟 除了当初去的第一笔生活费之外 他从来没有用过家里一分钱 我知道他过得很辛苦 可是 也许因为这样锻炼了他 也就在那个时候 他认识了他最好的朋友 张欣伟 还有他的前妻 他也认识了他最好的朋友 张欣伟 还有他的前妻 同志 他也认识了他 他在这个家里 他有很多女人 他会也认识到他 他一直在家里面 他很震撼 他在家里面 有没有一个状态 他会得到他的内容 还不得到 我会说他在家里面 我会有一个健康 他在家里面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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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哥当然想去了 可是田飞 不肯放弃在纽约的誓言 不肯去洛杉矶 他家就这么僵着 谁也不愿意做出让步 最后就只好分开生活了 我等一下帮你洗下衣服啊 我觉得他挺安静的 被自己的妻子和最好的朋友同时背叛 你可想而知 在他的内心是受到多么大的打击 尤其是对人的信任 他是彻底的崩塌了 也就在那个时候 我爸爸中风 所以我哥就急急忙忙的 办好离婚手续 赶紧回国 而那时候 我们家族的企业 也危机重重 如果不是我哥 我们整个企业都会不存在 不过我明显觉得 自从我哥回国之后 从他的内心 是彻底封闭了自己 不管是对我 甚至跟他从小一起长大的发小 天伦这样的好朋友 都会保持距离 我知道 我哥 他对你隐瞒身份是他的不对 可是我也恳求你 站在他的位置 他的立场 能替他想想 他也有苦衷 是不是 我可以试着去理解他 但是我没有办法 接受他这样的做法 我明白 我明白你 可是梁昕你知道吗 他自从遇到你之后 我真的真的感觉到 他真的彻底变化了 他已经很久很久 没有笑过了 可是就是因为你 就是你啊 我居然在他身上 在他脸上 重新看到了笑容 我才觉得 他有真正活得像个人了 他不再像一个工作机器 这都是因为你啊 你再重新考虑一下好吗 谢谢 我当然很开心啊 你再重新考虑一下好吗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亲爱的 今天高不高兴 特别开心 买的东西都喜欢吗 特别喜欢 真的 还有这么多好吃的 你 他谁啊 你怎么来了 疯了 你个混蛋 你背着我劈腿 你以为你是什么东西啊 你把我当什么呀 你把我当什么了 三个多月花了我这么多钱 你以为我傻呀 你 你 你不过是我花钱买了的玩物 我给你点颜色 你还真开染方管起我来了 我要跟你分手 分手 我压根就没有把你当作过女朋友 整天装出一副真爱之上的样子 最后还不是要靠着一个男人上围 你说谁呢 良心姐 我可没说是你 你千万别老对号入座呀 我们良心姐一向就是凭实力说话的 就是找男人也得找个有实力的 剧阵国际总裁出手就是大方 听说魏伯红颜一笑 就给公司投了一千万 难怪像叶石这么烂的节目 还能继续做下去呢 叶石能够做好 是我们团队共同的努力 剧阵国际的赞助是 他们跟公司里的合作 跟我没有关系 难道不是你把佟俊明 介绍给蔡总的吗 良心姐 其实这是好事啊 磅上这么一个大款 你以后还不是要风得风 要雨得雨的 先别着急撇清关系 显得自己有多高贵似的 真是当了婊子还立牌坊 夏蕊 你嘴巴给我放干净点 良心姐 我虽然说话不好听 但我句句说的都是实话 趁你现在还有几分姿色 能捞多少是多少 这女人青春有限 等你年老色衰那天 你就是想跟这些人扯上关系 人家都不带搭理你的 你以为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女人 都跟你一样吗 脑子里除了名合理还有什么 一想到这辈子 你可能永远不知道什么是幸福 什么是爱 我就替你感到悲哀 什么叫道貌岸然的伪君子 良心姐 你真是给我上了很好的一课 不用你替我悲哀 我替你悲哀 夏蕊 你 良心 我跟你说点事 你拉我干什么 我今天一定要好好教训他 你俩再这样吵下去 是要把全公司的人都引来吗 你还嫌你最近的新闻不够多 他呀 最近被那个叫什么 前飞的甩了 到处找茬呢 你呀就别和他一般见识了 你还要回去吵啊 我要留着力气 在节目上打败他 喂 方美 你和佟俊明的关系 怎么到现在还没有新的进展 希望你 不要忘记自己来剧阵的目的 我 董总 你回来了 这只西郊最新的方案 您看一下 方美 方美 过去和现在 我们都是单纯的 上下级关系 希望我们这种关系 能够继续保持下去 我对你不可能有感情 说明是个人 我也要你感觉 我们下约的 我们下约的 我 在这边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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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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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